来来正好 来天再现 拖子 燕子 汉子合体经典画面 相隔四年终于在全代会再度重现 梦望世上不人多 是各位我一直放在心上 台上致辞特别Cue出韩国瑜经典名言 与韩国瑜吸手喊出动算 这一刻侯友宜终于等到了 先前党内批评对韩国瑜身段不够软 侯友宜也听见了 这一次他亲自到场外迎兵 大太阳下左顾右盼 一等就是15分钟 那个男人一现身 惠友宜冲上去 就是一个又深又近的拥抱 仿佛分手的情人再复合 惠友宜收全程紧紧搂着韩国瑜的腰 主动实质紧扣 这次说抱歉 更不是对空气喊话 而是当面好好说 在四年前 他在选取的过程当中 侯友宜做得不好 他对他很开心 所以很感谢 国瑜兄弟 我们又再度攜手合作 谢谢 第三个愿望 本来应该受心要放在心里 今天把他讲出来 第三个愿望 希望贪污腐败的民进党 这次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 在中国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先生的领导之下 下架民进党 这一句当面道歉 等了四年 让韩国瑜终于甘愿 吐出侯友宜三个字 虽然支持两字 仍未松口 仍是侯寒关系和解 一大步 今天有机会聚在一起 非常的高兴 第二方面呢 最主要我们要支持 我们的好同志 就是侯友宜市长 我相信选情会越来越好 这个外面风风雨雨 敏兰话有一句话说 心头链铛 绝对没有换猴的可能 换柱好了 我跟侯友宜讲得很清楚 所以他们应该可以理解 支持侯友宜 那是我天经地义的事情 国民党营造大团结氛围 用行动破除不合传言 征召侯友宜同志 作为中华民国第16届 总统候选人 战衡的亲戚 顺利通过全代会这一关 加上兔子燕子双加持 征召过后 路途坎坷的侯友宜 总算是吃下定心丸 进行文 电视连续上和贵源 财报报道 立刻下载进行文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